今天一早我们就从呼伦贝尔出发 比起前一天的大雨飘泼 阳光明媚的天气还是带来了不错的心情 今天的行程呢是从呼伦贝尔前往满洲里 行程总共208公里 满洲里这个地方其实是在中俄蒙三国边境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们进入了还中国大陆边境自驾游的中俄东部边境线路 起点为满洲里 终点在浑春 我们从呼伦贝尔前往满洲里 它是一条一级公路 一级公路它好像跟这个高速公路不大一样吧 因为之前从灵芝到拉萨也是一级公路 它是不收费的 这边这个一级公路不知道是不是收费的 我们往里边走看一下 好我们已经站上了这个一级公路 看样子是不收费的 它是左右两边是有隔离带的 哇一级公路就是像前面这样子 它是有岔路口的 随时有可能有车穿出来 或者对象车要掉头 会穿到你的车道上来 所以它跟高速公路还是不太一样 随时有可能还是要有两避让它往 好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看到满洲里的满 每一座建筑都感觉上面都是尖尖角 五颜六色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们是开车狂浪 我是米小亚 我是小兰哥 我们现在到了满洲里 这里是中俄猛三国边境的一个小镇 走在这个街头 我还以为自己出国到了俄罗斯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建筑大部分都是欧式的建筑 而且那个店铺的门牌上面 都是中文和俄文的 是的 还有盟语呢 对 就真的感觉自己像出国了一样 那在这个地方呢 经常有很多俄罗斯人过来 所以这边的俄餐也是非常有名的 据说有一家俄餐 在这边是非常非常正宗的俄罗斯餐厅 那我们今天就打算去尝一尝 它就是我身后的这家卢布里西餐厅 是的 那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俄餐 对 我也是第一次吃俄餐 太兴奋了 我们去尝试一下 正不正宗我也不知道 对 赶紧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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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